优秀的主持人总是财思敏捷 妙语莲珠 他们已不变应万变 尽全力为观众呈现最好的节目效果 前游等轻金色3分钟 后游汪寒黑色7分钟 那些顶级主持人的临场反应究竟有多快呢 这里是下探与死相 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入主持人的高能纠缠瞬间吧 在正式进入精彩纠缠瞬间之前 其实应对极星演讲以及刻意挑撕等状况 也需要考验主持人说话的艺术 比如华绍上演的那场一分钟极星讲话 第十届精英节上有一个考验主持人的环节 华绍要从仙人掌这一职务联系到第十届精英节 一分钟不到的准备实现 他要将两者逻辑清晰的联系并表述出来 难度不可谓不大 不过华绍却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赢得全场掌声 第一个就是顽强 第二个就是希望 你看第十届精英节大概是顽强的 因为已经到了第十届 再说到高情商回击 黄渤虽然不是主持人出身 但他却把这个副业做到了极致 五十届精马奖 黄渤作为主持人参加 一上台 张玉玲就调侃他造型难看 于是黄渤便见招拆招 先是表示歪掉的头发是心情的外化表现 代表了他澎湃的心情 所以一则是因为他来了太多次精马奖 已经把这里当家了 之后蔡康永又调难道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可黄渤依旧不慌 笑对蔡康永的造型 单单几句话 黄渤就回怼了挑刺 又不是礼貌 让众人拍手较好 反面例子则是非要惹 郭德纲的主持人方林 那年 曹云金判出失门后 指出郭德纲曾和某位女主持 曾在不正当关系一失 后来方林便以此调侃郭德纲 一切面就先叫了一句姐夫 郭德纲本想戏是宁人 但方林却依依依不饶 于是他反击道 此时虽然方林已经感到尴尬 但他还是坚持找茬 于是郭德纲直接挑明道 你想问的那件事跟春有关系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他的话直接引起全场哄笑 跟春有关系吗 跟春有关系 那你大声叫给我听 这一大型主持人设此现场 也被观众评为千万不要惹说相声的 接下来回到主持人旧场正题 业于主持人与专业主持人同台时 一眼就能看出差距 201小年浙江卫视换年晚会 主持人由哈尼克兹和陈焕担任 哈尼克兹曾以一曲东黄飞天舞经验重人 但主持毕竟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所以在会场犯了不少错误 不行总是低头看稿 而且一度往此接吧 相较之下 旁边的职业主持人陈欢 则是不断侷侃而谈 甚至在哈尼克兹口误之后 以一句天有点冷 嘴也吐露皮 完美化解了哈尼克兹的尴尬 从头到尾 陈欢没有看过一眼台词 可以说是专业素养颇高 除了专业主持人能为信任脱底 有时候前辈也需要喝杯酬长 2018年湖南卫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杜海涛挑起大梁负责任赞助方的广告 可他却口误将交通银行喊成了招商银行 好在一旁的何老师及时制止 而另一位女主持梁田也反应极快 他先是大声重复了一遍交通银行 然后赶紧拿出赞助商的卡 并为杜海涛抛出一个台阶 不过此时的杜海涛还没反应过来 只能由何老师为其接梗 在两人巧妙的一来一回之下 杜海涛的失误才能被完美化解 遇到不礼貌的问题怎么办 让我们看看萨贝宁是如何就场的 有一次张信哲参加综艺开奖啦 到了互动环节 有人提出张信哲是过气歌手的问题 并问他您害怕过气吗 对此张信哲大方回应道 我接受过气但不愿总被提起 此时 为了拯救现场尴尬制冰点的气氛 萨贝宁显示说 就像你非要让乔丹回到篮球场 跟20多岁的小伙子去拼NBA总冠军 不科学 然后为了表示对张信哲的尊重 萨贝宁接着说 但是这不影响乔丹仍然是NBA的神 一句话 即将张信哲捧到了歌声的高度 又表明了张信哲在歌坛 以及粉丝心中的地位 此外 萨贝宁在张嘉义参与的那一期开奖拉 同样展现了过人的专业素质 那时 张嘉义的演讲开始不到十分钟 就中断了 眼看就要变成播出事故 萨贝宁说 现在我们就给张老师一段戏演 情景就是 演您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讲的结尾 虽然依旧是原来的演讲 但情景却变成了张嘉义的本质 现场气氛也缓和了许多 双背组合的另一位何炯 也是旧场的大神级人物 一场颁奖典礼上 虎哥和霍建华被谢依林问起他们的绯闻 何穷见状立马写围道 两位都是靠作品征服大家的 然后又开玩笑地说 我觉得你不要聊什么绯闻 咱们专业一点 标标演技 同样是颁奖现场 托语开奖嘉宾的平板师林 何穷便说 因为我们除了有最高端的科技之外 我们也有最原始的手段 老师给您 然后从容地将手卡交给嘉宾 巧妙度过难关 还有一次直播颁奖时 人大话不小心弄掉了点心 此时何穷轻轻拍了下他 用一个小玩笑迎了场 到了主持快本 何穷更是掌控全场 那时四人嘉宾将收藏的酒杯送给关小彤 并说你结婚的时候用 正当关小彤语无伦次的时候 何老师用一句话转移了话题 还巧妙宣传了关小彤的新剧 先不提先那个极光之恋 我们收拾再破记录的时候 我们再用这个庆祝 干杯 何老师只能自己临时改词 这些年何老师救过的场简直是数不胜数 说到歌手 不得不提王涵那场黑色戏风中的神奇救场 那时孙男在直播时突然宣布退赛 面对如此重大的直播事故 王涵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控场 他先是再一次向孙男确认退赛事实 然后凭一己之力稳住局面 离团队争取时间 并且在正式开始说话之前 他不仅周到地提醒导播为自己准备三到五分钟的广告 更是事先声明 此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而不代表湖南卫师 一切责任隐患处理完毕后 他才开始即兴演讲 而后面所有的陈述 王涵一步一步安抚住了现场观众 直播观众 六位歌手以及孙男 中途更是引用了一句名言 既然是节目因孙男面临重大问题 又表示了对孙男退赛决定的尊重 我虽然不同意男歌的一些观点 但是我誓死地捍卫您说话的权利 短短七分钟 王涵做到了 稳住现场 安抚观众 花清责任 预留时间 他以一段极富技巧性的话 成就了主持上完美的黑色七分钟 当然 出了严肃的情况 王涵同样能幽默地应对 挖坑问题 当萨贝宁问他 何穷和杨乐乐掉在水里 你会救谁 王涵打道 估计我还没下水 何穷已经把杨乐乐救起来了 就算萨贝宁继续挖坑 那你和杨乐乐掉进水里 何穷会先救谁呢 王涵便说 应该还是会先救乐乐吧 因为他得从我的眼神当中读出 我最想要他做什么 这个回答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是何穷懂我 二是我爱乐乐 堪称巧妙至极 在黑色七分钟之前 被誉为神奇修场的 则是董卿的金色三分钟 那是2007年全国直播的元旦晚会上 接近零点倒计时的时候 现场突然出现了两分半钟的空档 董卿立刻即兴发挥 没说起去 尔麦里突然传出导播的误判 不是两分半钟 只有一分半钟了 正当董卿联盟调整雨续 准备结束雨时 尔麦里再度传来更正 不是一分半还是两分半 面对如此波折 董卿虽然慌乱 但面上丝毫不闲 他急性演讲了一段精彩的贺词 通过不断变化的语速 以及流畅的语言 表达出就了这个主持界的经典教学片段 我也怕我们的祝福不够深 及不上你们对我们的那份真情 此外 高超的球场能力 一直是央视主持人的必备气能 楚军曾在2013年春节晚会直播时 面临了与董卿类似的问题 此时在所有主持人已经念完词的情况下 楚军临时发挥了1分28秒的演讲 并且没有一个观众发现其中的不自然 黑眼精力闪烁着我们不变的梦想 再回到1991年 逆平的临场发挥堪称风神 那时零点钟声敲响前 有一段主持人念贺电的环节 贺电内容本应提前准备好 可直播当时 逆平拿起来的就是四叶白纸 虽然后来讲几次段往事 逆平说自己脑子崩的一下 然后浑身几皮疙瘩 但是直播现场 逆平却完美地编出了四风贺电 虽然与首都北京远隔万里 但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网会的 下台之后 台上给了逆平一个大大的拥抱 看完这些就场瞬间 可以看出优秀的主持人都有一个共性 不管面对什么场景 他们都能继续应对 无论是话题转换 急行发言还是转救尴尬 他们都能进退自如 而主持人优秀的应变能力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只有在生活中不烂情书 潜于思考 他们才能在主持过程中调动观众情绪 并驾驭节目朝既定目标发展 也正是因此 屡屡不认识字的张大大 才会饱受观众质疑 虾米酱们 你们如何看待以上优秀的旧场瞬间呢 你们还知道哪些主持人的名场面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